現在種在這邊 紅塊的海拔絕對不是到這裡來 紅塊是在霧林帶的 那最高如果說我們要種紅塊 就是海拔2500 已經是它的極致了 而且2500說實在也不是太好的 對它來講太好的環境 我們這裡現在所在地已經2700多的話 更不適合種紅塊 所以這個可以預期這個紅塊呢 它可能到後面的自然淘汰 已經應該會被淘汰掉這樣 然後我們這裡現場有很多這個葉子 翻過來白白的草本 這個是艾草 這是艾草 平地的就是跟平地那種一樣的艾草 有很重的味道 大家稍微採一點起來 葉子揉一下聞一下 很濃的味道 這是野生的 艾草其實在台灣分布還蠻廣的 平地不容易看到 是因為它是比較偏向溫帶的植物 所以像在台北有沒有 台北近郊的平地就有很多艾草 可是到中南部就很少 中南部要上到這個 比較高一點海拔才會有 這才好吃 這是拉威 streams pro你知道嗎 看還有在台北 沒有很多人都沒有 在大部分目的都沒有 從中南部就寫入